大家好,我是文文 以前我到国外旅游 一般来讲我会做韩国的航空公司 主要是大安航空 包括韩亚航空 然后这次去台湾 我当时就想 本来一开始想定往返 都定大安航空的 但是后来一想去台湾 我可以做一些对比 就是去的时候 我做台湾的最大的航空公司 中华航空 然后回来的时候 做韩国的最大的航空公司 大安航空 我想做一下对比 然后我的票就这么定了 然后去的时候 做中华航空 回来的时候做大安航空 对比起来 确实是有些方面 有些差异差别还很大 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大安航空和中华航空的对比 从几个方面来说 第一个方面就是说 可能很多人很关注的 就是在飞机内部吃的东西 因为当时我坐的飞机 都是12点半左右的飞机 中间他肯定会提供一顿午饭 然后怎么说 应该说 结论先说 应该说是中华航空这面完胜 为什么这么说 当时在做中华航空的时候 我当时点的是 就是说拌饭 回来的时候做大安航空 也点的是拌饭 这个倒也不是说特意 反正就是 去的时候 他有很多种 有好几个选择 当时我别的选择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但是我对拌饭 还是挺感兴趣 就点了拌饭 回来的时候 因为在台湾吃太好了 然后就想吃拌饭 辣椒酱之类的 反正都点的是韩国的拌饭 中华航空这面的拌饭 应该说什么 首先 它味道特别好 我后来想想 为什么味道好 就比大安航空的好 我想想 首先就是它食材非常好 我当时还问中华航空的空姐 这食材是在韩国取材 还是在台湾取材 他说是从台湾拿来 食材非常好 非常好吃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 它那个辣椒酱量比较大 那个辣味比较好 我是这么判断的 总之当时 我在中华航空吃 那个拌饭的时候 感觉特别好 我还跟空姐说 我说真好吃 我还挺感叹的 大海航空 不能说不好吃 也可以 但是跟中华航空 这有差距 但是除了拌饭本身的话 就在中华航空 他当时饭前 他给了就是说 一些干果 像什么核桃 就是什么杏仁 这种 就是非常好吃 然后饭后 他还给了你面包 最后 他还给了你一个 就是冰淇淋 哈根纳斯冰淇淋 但是我做拍位量 大家可能看到了 就是整体 这一餐 你就感觉特别的丰盛 你知道吧 但是大海航空这边 就相对来讲 没有那么丰盛了 就感觉 然后呢 整体就是说 当时的饮料 就是说 中华航空这边 有一个蓝莓饮料 特别好喝 特别好喝 他还向你推荐 但是大海航空这边 我没看到 他只是一般的正 就常规的饮料 什么橘子汁 之类的 就这些 所以说 整体这次体验 在中午这顿饭上 我觉得哈 中华航空是完胜的 这个差距很大 我觉得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就是什么 就是他整个 飞机乘坐的座椅 各个方面 空间的舒适度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 大海航空是领先的 大海航空 但是这个飞机 我去的时候 坐的飞机 是空客A330 应该是 然后回来的时候 坐的是 波音777 大海航空 是波音777 空客 中华航空这边 是波音A330 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这两个飞机 是不是有尺寸上的差异 比如宽度方面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 你进去以后 你就会感觉到 大海航空 它这边的布置 各个方面 就让你感觉 特别的舒适 宽 宽度 很宽 是不是真的宽 我也不知道 反正里面 瞅着装潢 各方面也比较新 是不是飞机是新的 我也不清楚 反正 你进去 你就会感觉到 大海航空这边 宽敞明亮 然后几面的装潢 也很好 中华航空这边 在这一点上 就有一些差距 但事实上差距 也并不是很大 你坐的时候 感觉其实都挺舒服的 是这样 这个是我想说的 第二点 在这一部分 大海航空是领先的 第三点 我也想强调一个重点 就是什么 就是服务 服务这边 服务这边 其实 这个其实有点出我的意料 这个我也不得不说 是中华航空 这边领先 为什么这么说 有这么几个细节 就是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细节 就是当时我刚才不提了 我点到那个 就是那个拌饭 韩国的这个拌饭 他这个拌饭 他这个米饭是什么 米饭是他 就是说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看过 就是用塑料 用个塑料包装的米饭 在微博里里 然后热好以后 拿给你吃 它热好的 然后这米饭拿过来的时候 就是中华航空有一个细节 那空姐就明确的跟我说 注意 这个米饭很烫 你注意 当时其实这个事 我并没有太在意 你知道吗 然后坐大航空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米饭 这个空姐并没有说这个话 并没有说的话 我一碰确实烫着一下 烫着一下 我想起来 当时中华航空空姐 跟我说过这个话 但是大航空我没说 所以说我从这个点上看到 当然可能这个事情 不一定是航空公司的差异 可能是因人而异了 但是我总觉得 中华航空空姐说的话 当时现在回想起来 还是挺让人高兴的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还有就是什么 中华航空你进去以后 他会给你 就是吃饭之前 他会给你一个 很热的一个 就是湿巾 像毛巾一样 反正这个东西 你给发给你 反正你吃饭之前 擦擦手 感觉特别舒服 很热 然后吃完饭以后 他又给你发了一个 同样的湿巾 让你擦 把这个各方面清理一下 就感觉这个很贴心 很舒服 但是 大航空这边就没有 所以这个两点差异 还有一个什么差异 就是这个我感触也比较深刻 就是中华航空这边的空姐 它来回走动的频率 要比大岸航空高很多 大概高一倍左右 就是大家知道 我们吃饭 就是做什么事情 就是饭后 还要喝饮料 什么喝 喝咖啡 什么的 它经常会有些东西 需要回收 但是 就是大岸航空这边 好像出来的 就是频率很低 所以不能说很低 也可以 但是你就会挡 有的时候东西放在那 你其实也觉得很麻烦 像赶紧剩下的一些 什么垃圾 像给这个 让它回收 但它就出来的频率 相对比较低 但是中华航空这边 就出来的很频 你这样的话 东西很快很快 就能回收 你就会觉得很舒服 这些细节 我都是在一点点观察 而且 中华航空的空姐 当时给我留下一个 非常好的印象 当时 他们给我们介绍的饮料 叫蓝莓饮料 特别好喝 我已经喝了两杯 但是杯很小了 然后其实想喝第三杯 其实说实在有点不好意思 可能也确实觉得 喝的挺多了 不好意思 然后 就说空姐就问 我是不是再给你加一杯 我说不用了吧 他就马上看出我的表情 看出我的心理的想法 他看到我就是想喝 但是好像还不好意思 他就马上说 再给你加一杯 就是那种非常 那种人性化的那种 对吧 就像 感觉很好 说不太清楚 反正他就是主动强调 给你加一杯 别客气 加一杯 他就给我拿了一杯 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 在大安航空的空姐里面 好像 好像很少 因为大安航空飞机 也做过一些 好像不会 他就完全根据你的要求 你说要就是不要 不要就不要 那就这样 就是在这个当时 给我留下印象很深刻 所以说 起码在这次的体验上 我觉得大安航空 不是 中央航空 他这个服务能更好一些 然后 我还想说的 就是这个空姐 空乘人员 包括空哥 他们的穿着 打扮和化妆 发型 这一块 这块 我觉得 咱们就是 有什么 说什么 我觉得大安航空 是完胜 这一部分 大安航空 他们服装的颜色 就浅蓝色 就是白色 裤子好像是淡 淡白色 是米黄色 反正 颜色搭配的非常好 而且咱们发型 也特别好 化妆 化的也特别好 整体上 给人感觉 穿的就挺不错 但是中亚航空这边 他们的服装的颜色 说不好 是什么颜色 是粉色 也不是 是红色 好像也不是 说不好 是有什么颜色 反正 咱不能说不好看 说服装打扮 但这都只是个人观点了 就不是说 大家都 不一定都这么认为 可能你觉得 大安航空好看 人家可能觉得 中亚航空好看 起码我觉得 大安航空在这边 他的服装 他的化妆 包括他的发型 各个方面是更胜一筹 包括刚才我也提到 他飞机里面的装潢 各个方面 也是大安航空 更胜一筹 这是我想谈 这里面还要谈一个 这个可能是跟飞机本身 航空公司本身没有关 就是机场的休息区 就lounge 就是说 我当时做中华航空 但是要使用 人川机场第二航站楼的 这个lounge 当时其实感觉 这个体验不是很好 这个不是中华航空的问题了 这就是人川机场的问题 当时我找这个lounge 这不太好找 后来找到以后 然后 你还确认 你还到柜台确认 你做中华航空 是不是能使用这个lounge 然后后来确认 可以什么 进去以后 就感觉他休息区 就很乱 你知道吗 感觉 那凳子也坐起来 并不是特别的舒服 然后找到也并不是 特别这个容易 但是 在桃源机场 第一航站楼 当时去的时候 这个感觉就非常好 因为有对比 就是你 就是过了安检 以后出来 马上他就会给你指示 到哪有休息区 你去了以后的话 你不用问 他那有一个 就是电子指示牌 他就告诉你 哪个哪个哪个 哪个航空公司的 这个乘客 可以使用这个lounge 指示休息区 我一看 里面有大安航空 然后我就马上就进去 进去 他们 那感觉差异很多 他们桃源机场 那个休息区 里面就是装潢的 特别好 特别是他 坐椅 坐的椅子 特别舒服 里面就感觉 这个很高档 跟仁川机场 第二航站楼 它就有差距 而且仁川机场 第二航站楼 它是新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确实是 这个不是中华航空 跟大安航空的对比 这是两个机场的 这个休息区 我也想 因为 他跟这个航空公司 有联系吗 我也想补充 说这么两句 然后当时 最终还说一点 就是这个 中华航空 当时有一个 有一个小插曲 我给大家说一下 当时 我马上就登机了 因为那天在仁川机场 下大雪 下大雪 然后马上就要去登机 到这个中华航空的 这个飞机 然后就有一个问题 是什么 马上要登机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中华航空 突然告诉我 说登机的时间要延后 因为下大雪的关系 当时我就觉得 挺吃惊的 就是我觉得 因为我把什么 无线耳机 各个方面包 全都弄好了 准备背着包 马上要登机了 他突然告诉你说 要推迟登机 我当时就想 你要提前告诉我 多好 对不对 提前个十分钟 我还可以继续工作 继续什么 开手机 是不是 但是这个小插曲 也让我有一些 对中华航空的服务 有些不同的想法 整体上 就是中华航空也好 包括大量航空 各有千秋了 你说以后 我会做什么航空的 比如去美国 去日本 可能我还会选择 做韩国的这些航空公司 当然可能从 韩国到日本到美国 可能也没有中华航空 我猜 我不知道 不太清楚 但是到台湾的话 或许我觉得 我可能会更多倾向于 选择中华航空 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整体上这一集 就说这么多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 就是票价的问题 票价差不多 票价来回都差不多 价格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好 这一集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